Hotlander 看到了齁 Hotlander的車友大家好 今天又要跟大家來直播分享一下 Hotlander 這台算是二代 08年的2.4 然後今天要安裝的版本 一樣是KT 道路版的避震器 這位車友 他的車上其實已經有 改裝了不少的 底盤升級的零件 譬如說像鏡頭上看到的 這個是一些 矽膠水管 還有進氣管 還有Summit的 引擎試拿桿 有改了一些 基本的零件 煞車的部分也有做改裝 我們把鏡頭移過了 好 來 開始介紹了齁 像這個是AP的 多核塞卡鉗 還有 好多齁 車友改了不少東西 這是在那個家主裡面團購的那個 矽膠管 那今天的工作呢 一樣是安裝 KT道路版的避震器 Hotlander有 有開過好幾台的直播跟大家介紹過了齁 他的前後呢 KT的避震器呢 都是有附上做的齁 那車友本來的話呢 改了好幾個品牌了齁 譬如說日本知名的TEAM 還有目前呢 拆下來的是 也是日製的KYB 配上台灣的TS的短彈簧 本來剛剛車子來的時候 大概是三指 再多一點點 那預計今天降低的幅度會比較多齁 會預計降大 大概到兩指幅左右 這有改AP 多核塞卡鉗 然後後面也有齁 還有這個是藍色的三腳架 那一定是那個HARES的三腳架齁 我們先來看一下 後面也有改了多核塞卡鉗 還有HARES的那個下支幣 那HARES的下支幣呢 它有兩個固定點齁 它的固定點的相對位置 會改變掉那個乘坐 稍微改變一下乘坐的感覺 那正常來說呢 是鎖在裡面比較偏支幣的中心點齁 會比較硬朗一些 然後外面的話會比較舒適一些 我們看一下原來 原來車上的是 KYB的SR的藍桶 配上的是Triple S的 短彈簧 這應該比較早期 因為現在Triple S的彈簧的顏色呢 好像記得的話都是水藍色的 這是KYB的 這也是日製的齁 一組也是不便宜的 我們從前面開始來介紹 前面的呃 倒路版的 前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7公斤 那配的是紫捲彈簧 KP的用料的話 之前已經開過好幾台在家族裡面做直播 用料的話呢 像裡面的最主要的油風 是用日本NOK的油風 主尼友的話呢 是意大利一整桶進口的IP的主尼友 不是IP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 然後還有油品的品質呢 都相當的好 那 這個下部零件的話呢 Outlander還有跟 同樣是 三菱的Fortis齁 這裡的局部零件 其實都是一樣的 車底的那個基本架構 其實底盤也都是共用的 那差別是在車重 還有它的長短 還有駐泥齁 會因為車子的重量啊 會不太一樣 那這台是修理車款的Outlander 它的一些油管固定位置 譬如說 這裡有油管的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它共用了這個扣具 所以就只要一個固定點 那這個固定點呢 KT一樣 是跟原廠的固定位置是一樣的 那這邊的話 有一個 房清桿延伸 房清桿延伸下來的離載串 那這個離載串的長度跟原廠一樣 KT所設計的離載串的鎖點呢 也是跟原廠一樣 那今天的車高 預計降低大概剩下兩指幅左右 兩指幅 上個星期 在直播裡面 有跟大家介紹的另外一個車友 它的是升高到三指半 三指半幾乎是我們 KT道路版避典器最高的幅度 那上座的部分的話 前後都有附上座 前面上座的裡面有一個軸承 裡面所選用的軸承呢 是日本口用的軸承 那這一套避典器是阻尼呢 軟硬呢 可以調整 所以順時針的話 它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可以從引擎室打開的這個地方呢 來做軟硬的調整 可以調整到自己想要的軟硬度 那這一台車因為KT裝的很多 所以如果車友有需要試乘的話呢 可以找那個 找車友 像是小豬 在序翼的小豬 可以找小豬試乘 因為小豬的話 家裡剛好有兩台都是Outlander 裝的也都是KT的產品 一台是16吋的樣子 一台是16吋的鋁圈 一台的鋁圈 它自己在開的 小豬自己在開的是加大到20吋 所以可以找車友的車呢 試乘看看 那覺得有乘坐感OK的話 再來考慮就好了 這台是2.4吋 之前前一陣子有一台是3.0 3.0的後懸吊的話不太一樣 配備的話也不太一樣 這一台是2.4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懸吊系統 後面的安裝上 會比較繁瑣的一個 小細節呢 就是需要把它的內飾板 是拆掉的 那為什麼要拆掉內飾板 因為Outlander 它如果後面要調整阻尼 一般其他品牌的話 它需要把一整支的避震器 請技師拆卸下來 調整好軟硬之後呢 再把它裝回去 所以調整上就會比較麻煩 那KT需要把這些飾板都把它拆開 然後裝上這個延長的調整機構 從車室裡面就直接能夠做軟硬的調整很方便 那又這個是駕駛座的後方 副駕駛座的後方呢 它是藏在這個自背架 這個置物架的下方 是藏在下方 所以把這個置物架把它掀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調整機構 我們調整機構會藏在裡面 這個是它的調整機構 所以副駕駛座的後方呢 它的調整機構是可以收藏起來的 那它的底盤部分的話 還有這個重低音 這個是當時算底幾款的才有的 這個是很知名的重低音的品牌 如果有玩音響的車友的話 應該都知道 這個也是好東西 然後後面避震器的部分的話 它算是一個多上座了 我們有附上座 然後後面彈簧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7公斤的彈簧 那車友的後面也升級了不少東西 而且升級的東西都很很正確的方向 譬如說這個如果車高降低之後呢 它的後面的Camber角度 輪胎的角度一定會有可能會吃輪胎的內側 甚至是摩耗的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就會建議了 這個要改楊角調整器 因為原來的楊角呢 它能夠調整的幅度少 那改了楊角調整器之後呢 它能夠對應的角度就比較多 所以這個都是很棒的那個改裝品 後面的話也有改了下支幣 那下支幣的它的頭印的角度呢 會透過這裡的角度呢 能夠做出比較大的調整範圍 因為原來的頭印的角度其實也能調整 可是是靠偏心螺絲來調整 那幅度的話就比較有限喔 那如果改成螺絲的長短度 它的調整方式呢 跟楊角調整器很類似 用這個長短來改變它的角度 所以它能夠調整的角度呢 就會比較多 比較能夠達到自己需要調整的定位角度 所以這些都是好東西 那還包含了那個後下旁情感喔 那KT避震器的部分的話 後面喔 剛剛說到了 在行李箱裡面的話 就是可以調整阻尼的 那調整車高呢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它調整車高的方式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當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呢 都是一樣的喔 這是後面的 R-Land後面的懸吊系統 車友升級了很多東西 那預計後面的車高呢 也大概是兩十幅左右 所以有改了楊角調整器呢 就不怕會吃太 那還有要改裝的東西呢 是要把後面的軸寬呢 再墊快一點點 所以後面的部分的話 還會再墊上 呃 Spacer 這裡有輪走電關器 這是應該是20的吧 這裡有15比較薄的 所以等一下會 會需要把輪走電關 可是呢 因為旅圈的規格 它沒有的閃螺絲 所以等一下需要 用修整方式 把原廠的那個輪走上的螺絲呢 把它修短一點點 需要 因為這個螺絲呢 需要修短一點點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Outlander的那個 車友安裝的介紹跟直播 希望 這樣的改裝呢 能夠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而且 車友也改了不少東西 還有光圈 魚眼大燈 還有魚眼霧燈 改了好多東西好東西 好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這裡了 謝謝Outlander的車友們的 那個收看 下次有機會再 安裝到Outlander呢 再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